武汉肺炎疫情延烧 除中国外,日本、南韩等周边疫情也逐渐扩大, 北韩在1月22日就宣布关闭接壤中国的边境, 如今却被爆出有一人确诊新冠肺炎, 该民患者甚至遭枪毙, 不过,北韩重申,境内尚无确诊病例, 是冠状病毒无污染国家。 根据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指出, 北韩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报道, 应及中央人民保健指导委员会干部宋仁范, 因,表示,截至目前为止, 北韩没有出现任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。 宋仁范表示,若发现疫情, 将根据党和国家的重大措施, 迅速将卫生防疫体系转换为国家紧急防疫体系, 保健指导委员会将在各地区动员紧急防疫力量, 采取所有可行措施。 不过,据南韩媒体东亚日报报道, 根据消息人士指出, 位于新一州市, 走私矿物规模最大的强盛贸易公司有名确诊案例, 一名专用码头的警卫教官感染武汉肺炎, 推测可能是在当局宣布关闭边境后, 前往中国走私因此染上新冠肺炎, 由于北韩领导人金正,